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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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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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送員一臉氣噗噗 對著三名男大生不斷飆罵 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讓外送員情緒失控 外送員繼續指責學生態度輕浮 疑似是男大生點了外送 卻沒接電話 才讓外送員如此火大 就算學生想要解釋自己沒有掛電話 還是無法教習對方的怒火 怎麼解釋都沒有用 三位男大生就這樣站在原地 被外送員罵了一分多鐘 二號中午外送員送餐到 台中亞洲大學男生宿舍 大一新生疑似把外送員電話號碼 射成陌生來電 讓對方找不到人哭等很久 以為是被惡意氣單 學生下去取餐時 因產生誤會被罵到狗血淋頭 沒有回應給我們 那我們也不知道 餐點要如何去做一個 處置的動作 那我們當然是 離不開也不能走 也不能結單 在吵架 很大聲嗎 很大聲 說是什麼 好像讓外送員等太久 就忘記他叫外送 會不會覺得蠻誇張的 就很誇張的 忘記叫外送 其他同學見狀也被嚇到 當下教官也有出面處理 下方在了解情況之後 也已經請學生跟外送員道歉 希望雙方能夠解除誤會 但外送員則婉拒 並表示不會放在心上 另外對外送員 一時情緒失控標罵 外送平台則表示 甚至會在了解情形 暫時不願多做回應 其餘的新聞在總理 蔡英台中 此外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